哇靠这个lander的project 没有showroom居然可以卖完 当然不是一下子卖完啦 因为他们也是从一两年前开始慢慢卖 到今天也就是剩下这两间unit罢了 嗨,我是Eric 本期视频我将去Gapomb Baru 带你们去看三层Terrace House的这个新项目 由于一些情况我本人是不允许说出项目的名字 所以知道的人就OK了 不知道的人可以死了 所以抱歉了各位 那么讲到Gapomb Baru 自然大家就会联想到 卫星式巴沙的那一区 可能这个项目就会隐藏在那一边的lander 的那个空地之中 其实你们错了 这个三层Terrace House 就在Gater Sack后尾排屋那一边而已 准确来说 就是在甲洞九天旋女潭的后面 因为这边还有最后一片地 真的是最后一片地 发展上来就继续把剩余的地方和空间 就是给它发展掉 感觉就好像一排很久的lander 然后你走走下 然后突然间断掉又有一排新的lander 接下去这样的感觉啦 所以这个project你要注意它的一点 就是这样啦 然后我举个例子啦 那感觉就好像你去Sackgambord那一条路 去Montara的时候 你会经过那一些 甲洞然后呢 突然其中一个 Ruma Papan的隔壁就是一栋新的楼盘 就是这样的感觉啦 所以 Gabong Lander的property 就算很旧的那一种 或者是新村里面没有CF的 那种lander到今天 还是会有很多人要 所以你今天把消息放出去啦 讲你要卖啦 几天过后呢 会有人马上DM你了 就是这么的一个情况 那个Long Gay White Sky那边过来 Long Gay Okay 那边是两个entrance 所以我们来这里 这里啦 Long Gay是来到这里 所以我们这里来 这里是我们这里 OK 现在在这里 所以这个整个project是这里吗 嗯 这里而已 这一排9间 这一排26间 26加9啊 没有全部是26 然后这里9间 这里是17 所以我们现在是剩一间啦 在大图的话是 嗯 这样子看 来到这里 这这个Long Gay那边是 entrance的上面吗 这里没有 这里 哇 这里就没有了 没有围住的 这里 这里到 这样子 看一下 对后面 OK 这里这样子 L-Chip 是有宿舍的围墙围住的 各着的 所以 我们看到Long Gay 那些地方 它不是有一些Long 都可以进呢 里面 那边以后是 卡着的 没有了进啦 只有两个entrance 一进一出 都堆进出啦 都堆进出啦 不要看 这个 首先呢 就要从单位的户型 开始来讲 这边 其实这个地方呢 也不需要很细说 因为大家都懂了 住甲洞的人 哥凤的人都很清楚 这个地方是有多旺 只是 你 能不能接受到 是一个这样的情况的一个 project 就是突然间出现在 in the middle of 以前 旧一时代的那些 single story 所以 就回到来 现在从这个户型开始说呢 这个 3-story terrace 有分为 Type-A 42×65 Type-B 就是 22×65 以及 Type-C 那么目前我们这边只剩下 Type-B的 中间单位 也就是说 22×65 of 这个land area 也就是说 1430 sqft 那么它的 buildout 是3388 sqft 从这个browser的图上来看 22尺款是可以 舒舒服服的 装下 两台miv 然后旁边还有 剩余一些空间 那么因为没有showroom的问题呢 所以我会 解释的比较小 辛苦一点 然后大家也是比较辛苦的去 呃 幻想啦 所以 我尽我的努力吧 从大门进来 眼前就是客厅和饭厅 那么后面就是 干跟式厨房 这个就是每个lander 必须要有的一个东西 如果我买这样贵的东西啊 没有干式厨房啊 云 干厨房的后面则是 佣人房 客人或者是 呃 长老的睡房 其实 比起我看过很多的high rise 不是全部 但是大部分的high rise lander的佣人房 就是最大了 high rise的佣人房 就是给我的体验啊 就是有的时候 放了下去那一张床呢 转身都特别难 那么二楼的主卧套房 就有自己的阳台啦 balcony 加上呢 balcony 前面还有 你楼下的car park的 那一个 那一个sealing啊 所以这个东西呢 在individual title 也就是这个项目 就好玩了 你可以把楼台的空间 extend到出来 那么喜欢在楼台活动啊 或者是bbq的朋友们 就可以更加的不能忽略这个项目了 我们现在就是看过去楼梯那边还有生活区啦 然后还有两个中型的套房 那么我们就再看一看三楼的layout 感觉这一边的主卧套房的wall 这个浴室呢 会比较大 同样呢 他也是有自己的阳台啦 然后我也想了想 为什么我发展商要给两个master bedroom 就是主卧 后来我就想通了 原来发展商真的是很贴心 万一夫妻两 吵架他们就可以分房子 那么为什么三楼的master bedroom会比较大呢 原因就是三楼只有一个房间 那么他也是拿掉了另外一个房间来去做这个生活区 再来这一个房间呢 他把它缩小它 这个是套房来的 然后呢 这边就还有一些空间拿来做rooftop garden 然后这边也是有著名啊 他每一层楼都是要开celling的 还有 这一张图呢 就是整个户型的 诶 summary 他有包什么啦 都是在这一边啦 你们可以screenshot下来 所以接下来的这个影片呢 我将会带你们去site那边 去实地考察啦 看看那边的进展是如何 这边只有26个单位而已 要多都没有 如果你在这个map看到 你会看到很清楚真的是没有地 不过它是属于least hole individual title 所以很多时候这么美的三层排屋呢 他们在城里肯定是要做 好像desipart这样子了的 就是有facilities 大部分都是understrider title 而大家最担心的就是一点 如果有understrider title就是要给maintainance啊 按我mylander就是 主要就是要逃避highrise的maintainance fee啊 所以这一边呢 你只需要给一个60块的security fees而已 没有了 然后呢 这边的security是跟这一边的那一个 single story lander一起share来用的 那么至于价钱呢 是大概1.5到1.7 million这样子啦 再来我们把镜头去看一看环境 虽然它的缺点啊 是和比较久的那些single story 这些lander在一起啦 那么从家里 出到来大街的马路系统 也没有像现在的design那么先进啦 但是呢 你走出来啊 不需要到10分钟 就能到gatasek那一排的商区了 大部分那边都是有茶室啦 pharmacy晚上有那些小吃啊 甜饼美食当口 或许你看到的价钱啊 你觉得是不值得去买 但是你购买的是市区隔壁方便的地点 然后长期低消费的一个环境 加上你不用给maintain的这些东西哦 过了一段时间你回头算起来看啊 确实是可以省下一大笔钱 自住而且长期在家煮的人啊 买到这一区最大的原因 其实就是gatasek的外星系啦 因为方便买菜啊 然后这边走过去那边 也不是走啦 就是驾车过去那边 要经过两个红绿灯 有没有记错的话 大概只需要一个4分钟的车程这样 通常在pick hours的时候咧 Jalan Gepong就是Metro Prima前面的那条大路 都是堵车的 你沿着从你家里那条 Jalan Ambon的那条小路 就能快速的通到Jalan Gepong 就是你会经过那个share那一边啊 应该 然后你就要看你可以 你要去Aon或者是Aon Peak 购买你的gochery咯 然后同时这边也是有Gepong Baru的MRT站 再来这边也是有吃不完的饮食店啊 你们也是可以看看我第88集Metro Prima的实地考察 就能够知道整个大环境的蓝图了 同时本期视频我想 再一次的和大家道歉 因为没有show room 也是让大家很用力的去想象啊 那个unit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们 可以在下面的那个whats app link 让我们知道 因为只剩下一两个unit 然后这两个unit应该是bank reject的 是有人要的 真正是有人要 只是bank reject的了 因为它的loan的问题啦 所以我们下一个视频见